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跨时代载道环节了 冠军当中的冠军到底表现如何呢 一起期待一下吧 今天这是一场猛士的对决 欢迎来到我们的跨时代代书冠军 争霸战的载道环节 太精彩了 我们的三位冠军已经站在我们的载道前面 准备开始今天的比赛 我们的规则是这个样子的 三位选手在我出题之后 将会用最快的速度分跑到我们的终点 并且按下这个按钮 第一位达到的那将会第一次作答 答对的即一分 答错的第二位选手将会继续作答 本场比赛即五分者获胜 每位选手依然是有一次 守住我们场外助力团的机会 各位冠军们 答题开始 第一道题 冠军们是一道成语题 成语大吉大利 意思是非常地吉祥顺利 那么你知道这个成语大吉大利 最早出自三国演义中谁之口吗 A 曹操 B 刘备 C 诸葛亮 3 2 1 开始 队长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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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sMy day Buy 虽然给我提醒了 但是我还是超出我的意外 好快呀 李宁是第一个吧 我应该记得 是吧 我被他奔倒了 你是第一个 对 我天哪 我都看不过来了 都已经 城墙 这先到达了 那请问一下出自谁之口 诸葛亮 那是不是诸葛亮说的呢 恭喜城墙答对了 好得快 答得也够快的 这个事来自于什么呢 当时就是孙权 想借和亲之名 争取荆州 找到刘备派吕范 然后去谈入瑞之事 然后诸葛亮就算了一挂 以后就告诉说 这事可行 于是就说了 大吉大利 恭喜城墙 我们请三位冠军 继续回到起点 第二题是一道航天体 量子通信是目前人类 已知的唯一无条件的 安全通信方式 这颗量子卫星的发射意味着 中国在世界上面 率先实现了量子通信 那么请问 这颗卫星的名字是什么 A 玉兔号 B 莫子号 C 孔子号 倒计时 三 二 一 三位冠军非常快 大家注意安全 加油 强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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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宁 加油 李宁完全没有给大家机会 加油 强哥 李宁这次完全没有给城墙半岛自己的机会 尹光兄得加油了 好了 那李宁答案是莫子号 那到底是不是莫子号呢 恭喜这家队了 恭喜莫子号 其实高科技是五年前 我们中国2016年8月16号 就已经这个发射成功了 对 之所以选择莫子号的话 也意味着我们的科技是领先的 但同时我们也是有历史底蕴的 用这样来去做一个传承 嗯